李孙点评国平队员 丝毫为顾及陈梦的感受 邓亚平则为陈梦的输球说了句公道话 分享体谈热点 感受体育魅力 欢迎大家收看 重看体育 本期呢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乒乓球方面的话题 目前休息顿失明赛已经结束了两天有余 但是失明赛国平队员的表现 依旧让外界议论纷纷 在国平男队中其实还好一些 周启豪输掉了唯一一场外战 但是面对的是前世界冠军 经验老道的波尔 正像周启豪在赛后 进入采访时所说的一样 在场上可以说波尔完全压制住了自己 所以说在周启豪输给波尔之后 国平教练组都没有公开表态 去主动得备周启豪 这也许就是周启豪真正的实力所在 而在南南第二轮就被淘汰 也只能说周启豪的签位不佳 而在国平男队七大队员中 王主钦 林高远 梁静坤 都是被凡正东一一挑落马下 所以说这三人并没有输到外战 凡正东是一一战胜队友 晋级的决赛 所以说在国平男队中 每个人的整一表现都算是中规中矩 而在国平女队这边 可以说议论的就比较多了 首先是在半月赛 陈梦对阵王满玉的时候 最后时刻陈梦3比4 遗憾的不敌王满玉 无缘决赛 让陈梦获得大马冠的梦想 可以说再次延期 至此也没有打破 张继科在此之前所创造的445天 夺得大马冠的最坏记录 而在女端决赛中 王满玉与孙颖沙大的对决 最终还是以王满玉再次胜利而高中 而在这场女单决赛之后 作为国平女队主要队的李笋 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认为王满玉与孙颖沙的交锋 就像曾经张艺宁与王楠的交锋一样 李笋的这句话言外之意 就是王满玉与孙颖沙的这场女单交锋中 是目前国际平坛最顶尖的两位选手之间的交锋 而这里面作为国平女队主要队的李笋 可以说没有完全考虑到陈梦的感受 因为要知道将王满玉和孙颖沙 比作张艺宁和王楠 这样一来将陈梦置于何地呢 而作为国平女队主要队的李笋 说出这样的话 不排除认为陈梦目前已经处于在王满玉和孙颖沙之下了 因为要知道目前陈梦照比王满玉和孙颖沙 最大的历史就是在于年龄上 目前的陈梦已经27岁 而孙颖沙才21岁 王满玉也才22岁 所以说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基本上都是属于王满玉和孙颖沙之间的竞争 而陈梦随着年龄的增长 可以说会逐渐退出国平主力的竞争 这也许就是李笋所说出这句话的最根本意义所在 而我们在为陈梦遗憾的措施大满环之后 可以说两年之后的适用赛上 陈梦想要再次夺棍 可以说确实有些困难 所以说外界有很多人 对于陈梦措施本次的世界兵赛单打冠军 感觉非常的遗憾与惋惜 而作为国平女队的前辈 也是国平女队第一位大满环得主 邓雅平对于陈梦的输求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认为陈梦最终输给王满玉 最大的原因就是前后表现的非常不稳定 有点高开低的感觉 因为陈梦是在2比0 3比2领先的情况下最终输求 要说邓雅平对于陈梦输求的理由 可以说是比较能够让外界接受的 与此同时也在一定场合上 维护了陈梦的个人形象 完全没有对于陈梦在东京奥会结束之后 无论在全会上 还是在刚刚结束的适用赛上 给予陈梦表现更大的打击 相对于理损的话语 邓雅平的评价 可以说更能让陈梦本人接受 最后大家认为陈梦能否在未来国民队中 突破自己 实现自己的大满光梦梦想 有何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下方进行留言 关注更多体谈热点新闻 请锁定重感体育 喜欢小同样视频 点赞 转发 将观众有 拜拜